你好 我是Kim 新年快到了 很多朋友都會問我 未來2015年他們的運程會是怎樣 哪一種算法會較為準 如果要講準的話 就應該講止評百字 百字它的準確度是挨著百成多 它之所以為這麼準 原因是因為它會組合超過一百萬元 未有五代十國徐子平的止評百字 在庫民食之前 至唐朝以來古人算命 其中一種方法就是以這個連枝 即是我們今天所講的新章 如果我們用新章去算命的話 基本上我們主要是會講這個神煞 即是我們所講的吉星、空星 而這些所謂的神煞 其實他們按年不斷循環 所以它本身就已經有它的局限性在 於是就有人把八字裏面的十神 就放進去裏面 即是我們所講的地堅劫財、直神相關、正天財、官殺和正天忍 你一定會想 在現今全球人口超過七十億 段股都不會區區只有十二種運動 話雖如此 其實新年用新章去預測未來的那年的運動 在我們華人社會裏面早已成為傳統習俗 就好像我們新年去派例子 我們用那個例子去趕走那隻連袖一樣 不如我們現在馬上參考一下 但未來2015年各個新章運動是怎樣呢 屬豬的朋友在2015年有兩顆權力升入工 在事業方面和名譽方面都會大大提升 屬豬的朋友在2015年在事業上是可以放膽去做的 打工的有機會升職 而行一個正義官運的 所以有少少肚腩大權 感情方面是由於暗盒 所以是有機會由暗戀開始的 如果是暗戀人的話 不妨向對方表霸 行不行都得個支持 非是暗暗一下就好了 被人接觸先登 如果不行的話就不會浪費時間 雖然屬豬的朋友在2015年是有兩顆吉星 但是空星亦有很多 空星方面有五鬼、子輩、官符、地撒和天空星 五鬼和子輩都是指一些是非、小人的 那些麻煩人在你背後就放暗箭 報一些陷阱 搞到你精神錯亂 亦都要花很多時間去提防這些小人 官符和結撒 官符是指一些官妃和麻煩的 結撒亦是指一些貨材的 亦都是對健康麻麻的 要注意是用肺和用肝 以及消化系統的 天哭聲 顧名思義指心情不好 常常會哭哭啼啼的 即使你不哭 你心裏面都是滅滅不落的 屈住屈住屈住的 屬豬的朋友在2015年 特別需要留意的月份 分別是農曆的4月、6月、7月、9月和10月 至於有什麼催急避空的方法 風水佈局 還可以瀏覽我的背望 天鮮芝加坑裡的心指錦囊 又或者訂閱我們的YouTube Channel 我們會更加一些最新資訊上去 最後祝大家揚言行好運 心想事成 分體健康和人魂魂魂魂